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视线成道 坐的座位就是金刚宝座 金居天人 他们看到的 而我们凡夫看到的是 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 地上铺的草 铺的厚厚的一层草坐在那里 近居天人看的是 他坐的座位是金刚宝座 过人 俗尽不相同 过人的境界不一样 这不就是说明了 一切法从心向身 凡夫的心下 坐我看到释迦牟尼佛坐在草仆团上 金居天人 这是四天天 五不还天 身心心清净 福德庄严 他来 礼拜 释迦牟尼佛 看的那个 座位是金刚宝座 那个相 相从心身 不是佛的心 众生的心 由此可止 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 生罗万象 都是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 你能懂吗 你能理解吗 你的心好 相好啊 心不好 相就不好啊 一切法从心向身 这一句话是真理 这一句话 永恒不变啊 从心向身 要记住 不是从一切众生的心向身 从我自己的心向身 如果这一句话 你很难理解 我问你 你做过梦没有 大概都会变成 我做过梦 我有做梦的经验 那么你有没有去想想 你做梦的那时候 梦中所有境界 从什么地方生的 这个我们可能会肯定 是从我自己意识里头生 绝不是从别人生 别人心想 不能想一个梦来给我 让我去接受 不可能的 同样一个道理 别人的心想 也不能想出一个境界 让我来受 没这个道理啊 这叫四十日真相啊 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换句话是 过人做过人的梦 过人做过人梦 这里头 有相同的一部分 有不相同的部分 相同的这部分 论言经上叫做 同分忘记 不相同的部分 叫别业忘记 相同 这个里头要记住 不是绝对相同 我这个梦里头这个境界 你梦里头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境界 你也看到这个境界 还是过人看过人的 这个道理很深 这是四十真相 确确确确实实 是心 心想 变现出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心想 能 转变境界 为什么 近距天人 看释迦摩尼佛 做金刚宝座 看这个山火大地 也是切宝的成就 我们凡复尼佛 我们凡复境界的时候 没有 心想 不一样 真的是心想 静距天人 心清净 心善良 我们六道凡复 心不清净 心不善 那么我们在从这里就观察 祝佛如来的心 纯净 纯善 所以 他的那个 衣报的环境 叫舍报 转眼图 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的 华严静 皮努迦娜佛的 一针状眼 纯净 纯善 所信所变 西方极 西方极 极乐世界 不懂啊 明了之后 我们对于 所有一切境界 不会好奇了 清楚 明了 知道自己 从内心里头 做一个转变 然后能转进界 若能转进 则通如来 转进才能得自在 被境界转 六道翻腐 所以 他生活得很辛苦啊 尤其是 越界 地居众生 主要下的 越界地居的众生 包括 四王天 逃离天 修罗道 人道 畜生 恶鬼 地狱 这一类的众生 很苦啊 为什么 被境界所转 到恐惧天呢 那就好得多了 夜摩天以上啊 不住在地上 空居天 住在空中 空中是不是 住在别的星球呢 不是 只要住在星球上 都叫地居天 星球这是大地嘛 空居天 有没有地呢 有地 极乐世界 有地啊 华藏世界 有地啊 流利地啊 黄金为地啊 那个黄金为地啊 是道路 流利大地上 铺的道路啊 那个道路 铺的是黄金啊 但是 这些呢 它不是在一个星球上 我们平常讲星球 讲星系 是大家好懂 啊 那个星球 星系 实实在在讲 全是地居 说明空居不在地上 它有没有 它有 不是那个境界 你见不到 现在呢 科学家所讲的 多维持的空间 跟我们的空间不一样 你能够把这个 维持突破 你才能见得到啊 那是不可思议的世界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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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